这天是水彩画家柳毅外出绘画写生的日子 因为他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水彩画领域 都有着鲜明的技法和风格 所以近距离观察这位水彩画家的创作过程 一堵诗画法的独特技艺也是非常难得的 自然光肯定是最好的 但是那个户外呢也有点难 因为户外的光有的时候是比较全 那么可能会闪 因为闪了以后它的这个脸部啊 就是到处都有光的时候 就是很难找到它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希望就是有一个比较单一的 一个方向的一个光源 那就比较好 长期的写生习惯练就了柳毅迅速而准确的现场观察能力 什么样的光线 什么样的角度 什么样的造型 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充分到位 才能够开始着手绘画 本以为这一切都已经就绪 就此能够欣赏到画家绝妙的绘画记忆 没想到柳毅却在一旁捣鼓起他的画纸来 因为水分的两面湿啊 那么它会形成这个紫面呢 就是它是有一段时间它会有一种湿度 那么有了这个湿度以后呢 就是我们水彩画要进行那种湿画法呢 那就比较容易了 现在我觉得就是水彩画发展到现在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个讲究一些 就是怎么样能够反映出东方的一种水彩画的一种特点 那么我们就会去研究就是哪一种画法更能够体现它的一种本体缘 那么它的这个本体缘那还是水啊色彩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绘画效果 被侵入水分的画纸 与柳毅画笔上的颜料一接触便产生了奇妙的水彩效果 而画家就是要掌控着瞬间的变化 用手中的画笔结合瞬息万变的水色动视 完成一件既在意想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创作 范真 有一次在外面讲座 他说的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说画画这个东西啊 就是自然天成 妙手偶得 哎 我觉得是他是这个讲画讲的 把我们画画的人的一种感觉都讲得非常这个切切 除了画家的身份 柳毅同时还身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绘画系主任 从事着水彩画方面的教学工作 所以免不了经常带着学生外出写生 而他每到一处也总会抑制不住的用画笔记录下那里的人和景 就像今天的写生 他与模特也只是第一次合作 却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准确地捕捉到了人物的面部特征和气质神态 除了相似之外 更流露出一种水彩画特有的气韵 我没喜悔 然后好像就是我的老朋友 我刚才爱吗 我想就他那个还要鲜明 就还要鲜明 就我当我没得也机会无动吧 太好了 我刚才爱我 因为我这次画的时候 眉毛还没有像他那么深 因为我觉得第一次画我还是松一点 如今提起柳翼的水彩画 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他的芭蕾舞系列作品 然而这并非就抹杀了他早期那些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他的江南水香系列 人物系列 都在当时以鲜明的风格和绝佳的水准 在业界赢得了极高的评价和荣誉 萌发创作芭蕾舞主题的想法 对柳翼来说似乎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因为早在年轻时他就埋下了热爱芭蕾舞的种子 我是差一点去当那个芭蕾舞演员 因为小学的时候是有芭蕾舞团到我们小学里边来造两个男员员 他们就让我去试后来我还是觉得我舍不得画画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所以我放弃了芭蕾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真的是喜欢上了芭蕾 那么到了1995年我那个时候真是想去画芭蕾了 就是慢慢慢慢的积累到现在我估计已经是十多年了 我每年我都是在关注怎么样去画芭蕾 怎么样去创作 我有的时候会非常注意这方面的这个信息 我会去看 我会去听他们的这个讲座 通过讲座我能够理解芭蕾 通过去观看演出给我这个创作带来一种启发 近期柳翼正在为一个全国展览准备作品 仍旧是他表现的芭蕾主题 但是画面却有着微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面上看虽然只是背景的不同 但他所传达的精神内涵和人们气息 却可以说是柳翼对芭蕾舞系列作品的升华 我那是在那个五月底啊 正好有一个机会去参加土耳其举办的一个国际水彩画展览 有一个地方叫伊佛索 它是这个11世纪就是一个罗马帝国 就是最兴旺的时候建造的一个城市 很多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建筑 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建成了 那么后来是通过好几个这个战争 或者是地震这个破坏 那么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废墟 那么它的一个罗马柱 它的一个拱门 它的一个残墙 那么都构成了很美的画面 我觉得这些画面是我梦想中的和芭蕾舞这个主题能够吻合的这么一个场景 因为我们知道芭蕾舞它是起源也是西方 最早也是从这个意大利慢慢的发展到法国 现在又发展到英国还有俄罗斯美国 所以起源还是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感觉我找到了就是可以和芭蕾舞这个体材非常能够匹配的这么一个场景 这张画呢 是我是还是把它这个定位是定在古典的芭蕾舞 它穿的那个芭蕾舞的一个演出服比较抒情的 那么这两个芭蕾舞演员的 他们的这个状态也是比较古典的 那么这张呢 同样是取材那个伊夫说的有一种石头 残墙 那么我就把现代芭蕾舞的这个元素放进去了 我们知道现代芭蕾舞 它的那个演出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动作 和它的一个字体语言是和古典的不一样的 它可能有一种现代意味的夸张 或者是现代意味的有一种含义在里边 所以我是通过一个男演员和一个女演员 那个非常有灵性的一种交流 这种交流虽然是演员之间的交流 我是觉得不仅是演员的交流 是我们现代芭蕾的一个与会和古典的这么一个场景 就是跨年代的这么一个交流 就是远古和今天的这个交流 我想我这个画的这个语意是在这里 自幼学习国画 后又研习有画 但最终还是水彩那独特的绘画效果深深地吸引了柳翼 并成为她可以执着一生的艺术追求 而早期国画与油画的基础 又为她今天的水彩画增添了一股超繁脱俗的意境和优雅 她沉浸其中享受其中 对于柳翼来说 也许绘画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和幸福 除了水彩画我不知道我还能够干什么 因为水彩画给我的这个营养实在是太大了 除了这个绘画画画以外 平时要考虑很多很多内容 比方比方说我们要去找一些蔬菜 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可以作画的那种 不断涌现的一些新的一些内容 我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的时候 我是非常激动 我觉得就是我选择这么一个职业 真是太棒了 还有我这个职业和教学教育有关系 我就可以把我们的知识 可以慢慢地传授给我们的学生 也为将来我们要培养接班人 会提供他们一些这个经验 绘画给了水彩家柳毅一个精彩的人生 于是潜移墨画间 他的生活也是绘画那般优雅淡定 他相信有品质的生活 既是艺术的延伸 更是艺术的深化 你是画画的 你是搞设计的 那么你的绘画和设计 一定会自然和不自然地就进入到你的这个生活 有的时候你自己也 也不会非常清楚地这个发现 它是潜移墨画 确实是这样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艺术 它可以提升生活品质的 可以提升的 因为艺术它有很多的这个创造力 它往往是走在生活的前沿 它会发现 常人是不能发现的东西 它发现了 它就变成了 它的那种发现就变成了 它的生活 然后它把这种发现 作为它的一个创作体现出来 就慢慢会引起别人的共鸣 又变成了一个社会的一个生活